10月10号是越南的首都解放日 适逢今年河内建都2010年别具异议 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 今年活动多以静态照片文物展为主 假日穿插文化表演将从10月初庆祝到月底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和我本身的一样 今天也有个人来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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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事 所以我感觉很感激烈和很感激烈的地方 在这些年线到时,我可能会发展到很多计划 河内喜有大锣生龙之称 最能见证河内千年建都点滴的 莫过于位于市中心的生龙皇城 经过岁月的流逝 如今越南重要的党和政府机构 都坐落在皇城四周 生龙皇城也被联合国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吸引不少旅客前来修启观光 但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国际旅客人数大幅减少 好在越南防疫得当 仍有许多国内旅游 看准后疫情时代旅游需求反观 河内市设定目标 力拼每年观光收入上看2000亿台币 中央社记者陈嘉伦河内报道